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园了 预计到那个时候将会吸引7000万人次的海内外游客来参观 住宿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 长达半年的世博盛会 这么多的游客该住哪呢 而对中外游客来说 如果想要好好地享受这次世博之旅 住宿上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我们今天不仅会整理出游客们最关心的住宿攻略 而且还会带你走进一户世博人家 提前感受一下为世博客人量身定造的民宿生活 在184天的世博会期中 有多少天客房会吃紧呢 答案是65天 其中包括了五一十一两个假期 还有闭幕前一周 再加上48个周末 每天需要住宿的世博旅游者 将会达到60万人次 甚至80万人次 客房吃紧要预定又有什么高招呢 上海世博会早已先行一步 成立了世博局定房中心 2008年4月就已经开始指定酒店的筛选工作 同时 专为世博游客准备的旅游订房网站 也已经正式上线 我们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使得消费者 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够找到上海所有的酒店 无论你在武汉 重庆 纽约 巴黎 那么都能够通过你的各个的网站 旅游网站 旅行社能够找到这些酒店 第一时间 而且是实时确认 而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产品 包括世博止痛 真的能够让你达到这个世博园区的门口 让你在预定酒店的时候 跟交通一起配合起来 那么也是合理疏导这个人群的一个良好的 一个比较有效的做法 要订房可以在世博订房网站上 从900多家上海酒店中来选择 实时预定 世博订房中心还将统计订房数据及时公布 这样游客就可以选择错开住宿高峰 更加从容地安排世博游览行程 我现在来到了一家离世博园区很近的世博酒店 那么工作人员说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接受游客 在世博期间的住宿的预定了 你看在这个酒店的大堂里头的很多细节 都体现跟世博会之间的关系 有宣传话 还有我身边柜台上这个可爱的海宝 很活泼 那其实游客在世博会期间 要解决住宿问题的话 除了这样的世博酒店 他还有别的选择 那就是上海世博人家 世博人家是上海首次开办的社区和家庭旅游项目 即住宿 餐饮和文化交流于一体 去年9月 世博人家首度亮相 随后上海市旅游局又退出了在乡村的世博农家 世博会期间 500家世博人家和200家世博农家将会服务中外游客 城区主要是展示城市 就是我们城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给中外的宾客 那么郊区主要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些风貌 一些风土人情等等也展示给大家 需要注意的是 世博人家和世博农家不等同于家庭旅馆 不以盈利为目的 那怎么来预定世博人家呢 上海市旅游局目前的计划方案是 如果游客想要报名入住世博人家 可以联系世博旅游44家指定旅行社 再组织安排到各个家庭 欢迎欢迎 欢迎到我们家来做客 这是上海地005号世博人家 也是临盆街道居民吴国乡的家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世博人家的接待标准 独立的住宿房间 单间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 家庭成员可以进行简单的日常外语对话 还有一间呢 这是客户的房间 这就是我们的保光房 现在从目前我们争取的情况来看非常好 老板姓现在觉得 世博真的跟它很有关联度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世博人家 都是一户一个特色 在临盆街道的首批46户世博人家中 家家都有绝火 而吴国乡擅长的是江南乐剧 披上戏服挂上行头 为即将入住的中外客人表演一出折子戏 是吴国乡的世博行人 天上雕下古林妹妹 是一朵清云刚车 是直到他国内 超茫生轻微 强越国家庆寂寂寂寂寂寂 而是心中最后 比原味的 属于好好洗 未经许深 过来